各位朋友大家好 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固定多个这样的一划物体 足管木棍铁管或者是PVC管时 不好打劫容易松动 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做法非常简单 将主绳从柱底的底端穿过之后 我们拿起一根绳头 压在这个绳头上从它的上侧再次缠绕一周 缠绕一周之后我们提琳这个焦点 然后将绳头从这里穿过 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紧 收紧之后接点牢固 不会冲动不会缓节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 这样我系完了以后用的时候好解吗 好解 你要如果想系一个活节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它最后的一个缓节 将绳头双折叠 同样从这个十字交叉点的下端穿过 然后我们收紧主绳 双折叠就是为了我们以后在解绳时能好紧 这个绳子有点过短 同样受力的效果不受影响 解绳时拽下这个绳头就开截了 条条大路通往马 一种绳结多种做法 看 讲这个绳子从柱底底端穿过之后 咱两层将这里先交叉 交叉之后拿左侧的长绳的从底端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压住这个短的绳头 同样从这里穿过 和第一个绳结做法是一样的 收紧 老顾库可靠 同样 像做活节 在最后的一个绳子 我们双折叠穿过 它就是一个活节 以上是三种圆柱体的捆绑成绩 喜欢的老铁 双击收藏 希望对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